这是陆军的红信下事 疑似是因为横文机溶解症 而导致死亡 家属质疑死因非常不单纯 而上午国防部 在台北教会记者会首度道歉 今天现场我们立刻 连线政治中心记者林家元 好主播 以及各位观众 红信下事日前疑似 军方管教不当 导致他在关紧闭的时候 不幸热衰竭而猝死了 今天军方首度道歉 今天以非常沉重的心情 来向大家报告 本部五四两里 洪夏市因为在269里 紧闭市期间 发生不幸的事件 造成家属的悲痛 并辜负了国人对国军的期待 本军前提官兵 深感痛心 不舍以及万回的遗憾 本人在此代表陆军 向家属及国人 表达最诚挚的歉意 好的 除了红信下事的死 引起国人关注之外 日前逗倒扭成泽 其实他有拍片 结果他动用的是国防部的军营 但是他先夹带了 大陆级的导演到里面去拍摄 已经引起大家的哗然了 就像还传出来 里面疑似有中国的资金 大陆的资金 只有今天国防部说一无所惜 但是未来相关单位 要来借场地的话 国防部都会更加严谨的 来评估审核 最近行星主播 好 谢谢嘉宇 我们看到呢 今天针对这个陆军下事 是不是被操死的呢 国防部去首度鞠躬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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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种资金 国防部去首度鞠躬道歉